姚宗怡教授 她是非常勤奋的 工作非常勤奋 80多年如一日 第二点 她是非常专注的 她是不会分心的 做事 另外 姚宗怡教授 她是非常专注的 品德是非常高潔 非常高尚 做事很有承担 代人非常宽厚 我们希望透过姚宗怡故事 这个大型的展览 全面有系统 向我们全港市民 特别是年青一代 介绍姚教授的一生 以及有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在她身上学得到 让大家献然施齐 今次姚宗怡的故事 这个展览 在香港文化博物馆 用了两个大展厅 第一个展厅的内容 就是说她出生 一直到她70岁左右 在大学退休 一直到她100岁 不断的创作 和学术上的著作 种种的成就 和所取得的荣誉 今次展览 展览了姚教授的很多代表作 我最喜欢她写的《金刚经》 那几句经文 《如蒙幻泡影》 这个书法 代表姚教授那种摇体的书法 这些不同的中国书法字体 就创造了一种 一种介乎北艺的艺碑 和遗书之间 一种叫做遥体的字迹 画最喜欢 就是大幅的荷花的创作 你看荷花 通常一枝绝绝绝的框 上高就是一块叶 或者一朵花 她觉得是一种承担的精神 她很喜欢 横花 有淡当 亦品格高杰 配合我们今次 姚中怡护士的大型展览 我们筹办了一个中学生的 研习姚教授的学习计划 今次这个展览 我们很多设计 都是配合我们的同学 让他们能够深入 这样了解姚教授 希望有助于他们参与 我们鼓励中学同学 我们的年轻一代 积极地来参与研习计划